大家好,我是Page 我是Shopify的第一位华人员工 同时也是Shopify专家 欢迎来到玩传Shopify系列 第一章下一个风口独立战 今天我们来讲第二节 为什么Shopify建战这么火 首先我们先来想一想 如果谈到独立建战 大家脑海里出现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有很多客户是从Magento过来咨询的 如果现在还有人跟我说用Magento来建战 可能我会用一个黑人问号脸来回答他 Magento我个人觉得 其实它并不算了一个很友好的建战工具 因为你需要有很强大的一个工程背景 技术背景才能够去操作它运用它 也就是说每一个卖家 你基本上都要聘用一个专门的工程师 来帮你操作后台 这个就非常不友好了 而且很难用 跟Shopify比起来难用度简直是要超出N多倍 然后也有很多人提到了一些国内的模仿Shopify的 或者是说山寨Shopify的这种建战工具 或者建战公司 对吧 市场上现在有一些类似这样子的选择 对此呢 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选择山寨的话 你可能要做好一些掉到坑里去的准备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Shopify在这一两年这么火 为什么大家越来越多的人都听到了Shopify 在选择Shopify 我们先来讲一下 现在在国外比较流行的独立站建战平台 包括Shopify Big Commerce Volution Big Cartel 3D Cart 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对比图 我们将这几个比较明显的竞争建战工具或者平台 放到谷歌trend 谷歌搜索 趋势里面自己的一个搜索 Blue那条蓝色的线呢 代表的是Shopify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一两年 Shopify的搜索或者是趋势指数 是一个指数级别的在增长 其他的只是 其他的建战工具建战平台 只是有一点点上上下下的起伏而已 这是谷歌trend给的一个搜索数据 截至到2015年的一个搜索数据 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新的 我相信如果我们去拿现在2017年的对比 它这个数据会更明显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专业电商测评 是怎么评价Shopify的 我们的数据来源是截取的e-commerce platform 这个国外专业的电商测评网站 它把Shopify和现在流行的这些 建战工具或者平台 从易用性 店铺的模板数量 电商的建战工具 网站的安全性能 还有客服质量等等 多项指标 自己的一个对比和审核 最后给出了Shopify的一个测评分数 满分十分 我们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不管是大家在对Shopify的这个热度 搜索热度 或者是这个专家对Shopify的评价上面 它都是遥遥领先其他对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网上 在Shopify的官网上 它自己怎么样评价Shopify和其他的对手的对比的 打开3w.shopify.com 斜线Compare 这个页面里面是Shopify将自己跟其他的对手进行的一个全方位的对比 是一些评论 比如说Shopify VS One and One Shopify VS 3D Cart 再比如说Shopify VS BigCommerce 还有比如说Shopify VS GoDaddy E-Commerce 还有我们熟悉的Shopify VS Magento 等等等等 Volution Wordpress Yahoo Stores Zen Cart等等等等 这里Shopify将自己和其他的对手进行的一个很大 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对比 如果有感兴趣的卖家或者是其他平台的这些用户们 你们可以去读一读这些详细的去读一读 看一下到底是你们现在这个平台 或者说你们将用选的平台跟Shopify到底有什么区别 在做出一个更明确更理智的选择 同样的我们也鼓励大家在百度或者谷歌的搜索引擎上 直接搜索Shopify VS什么什么什么 比如说你要搜索BigCommerce对吧 你可以直接Shopify VS BigCommerce 然后去找一找国外流行的评价 大家会明显的看到 现在市场上对Shopify的反应是远远要高于其他的建战平台的 也就是说当前如果大家要建独立战 Shopify绝对是第一选择 那很多人就会问了 那到底Shopify是个什么东西对吧 我们打开Shopify的官网 3w.com 这里是一个试用的一个填写邮件的地址 这是它的官网 Shopify呢简单来讲 它也就是一个建站平台或者是一个建站工具 它提供了一个 提供了一个非常简洁 非常简单的一个建站方案 卖家你不需要懂技术 不需要自己去购买服务器 也不需要去担心网站的支付安全 只需要做好你的产品的管理 你的订单的管理 你店铺的一些基础的配置设置等等 你就可以搭建一个非常简洁 风格非常高大上 符合国际审美的一个店铺 它尤其适合于中小型卖家 这是它的官网 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选择一个建站工具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向大家推荐 Shopify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我叫Page 我是西欧跨境的创始人以及CEO 同时我也是Shopify的第一位华人员工 是Shopify专家 大家可以扫描右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 或者给我发送邮件 我的邮箱是page at sell2us.com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